动作影星曾子丹今年继续担任宝马香港打笔大使 日前他专程到沙田马场与冠军的骑士交流 曾子丹跟几场示范拉筋 展现起柔软的筋骨 而曾子丹还鼓励大家 每个人都有很多天赋 找回自己的嗜好 不要嫌弃自己的年纪大 或者是怕什么都不懂 最重要的是过程以及那件事带来的感受 曾子丹称要留意新人或者年轻人 除了天赋才华之外 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热情以及激情及那份坚毅 如果没有那份热血的心 就算多有天赋多厉害 多有潜力都不会长久 另外曾子丹在访问中谈到妻子汪诗诗时 大方的表示对方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也是自己进步的动力 曾子丹表示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人不断在身边 和你说一些真的话 一些批评的话 令到你更有进步的空间 这么多年来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我太太如何去督促我 令到我更加好 更加努力 另外曾子丹还表示 除了太太 成功的关键在于时间怎么分配 她说到排次序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无法做到所有事情 你要告诉自己哪件事情是最重要 然后自己去分配时间 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到multitask 尤其是现代大家反应比以往快很多 其实我们都已经训练有数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我认为我认为多关键在这里 这种文章下 我认为多关键在这里 我认为多关键在这里 我们都可以承受到 我们都可以承受到